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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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就來看一下 質量是連續分布 質量這個物體建立的重力場 該怎麼做計算 就像圖上所畫的 有一個連續質量分布的物體 然後在某個地方在這附近 它的重力場的大小G 該怎麼做計算 所以從剛剛的討論 我們知道說如果你有一個物體 質量是m 那所建立的重力場的強度 大小就是gm除上r平方 方向就是在-r的方向 所以你可以知道 如果是一個質量連續分布的物體 我們就重複 之前我們常常看過一個技巧 我們就可以把物體切成很多小塊 然後把每一小塊 建立的重力場的貢獻做一個加總就可以了 所以說對圖上 比如說我切了一個小塊的質量 dm dm在空間中建立的重力場 g就會是-gmr平方 這樣一個大小 所以這邊的r我們一樣來看一下 r永遠是從sr指出來的方向 所以是從dm指出來的方向 那g的方向就會是跟r的方向相反 所以它是指向的dm的方向 所以我們在圖上很清楚標出來說 r的方向跟dg的方向是什麼方向 所以我們知道就是說 我們當把這個物體切成很多小塊的時候 我們知道每一個小支點所建立的重力場 接下來我們做個加總 也就是做個積分的動作 我就可以知道說這個物體 這樣的一個質量分布 在空間中建立的重力場的大小 該怎麼做計算 但你會發覺說這個跟之前 比如說我們在計算轉動慣量的時候 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轉動慣量本身是一個純量 所以說所謂的加總 真的就是把每個數字 純量做加總就可以了 但這裡你會發覺說 g本身是一個向量 所以當你做積分的時候 你是把不同的向量做加總的動作 所以說很明顯你知道這計算會複雜很多 因為你不能光考慮它的大小 你還必須考慮它的方向 所以說一般而言 這個重力場的計算不是那麼trivial 是有點困難度的 除非你的物體有一些簡單的對稱性 不然是很難把這個重力場算出來的 好 那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這邊舉個例子 就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問題 你有一個一維的一個rod 它的質量是一個均勻分布 然後我們說我們知道它的長度是L 質量是大M 我想要知道在這根棒子的左邊距離是D的位置 這個地方的重力場大小是多少 好 所以概念是一樣 我們就把這根棒子切成很多小段 每一小段它的長度就是dx 所以你知道說這一小段裡面的質量 dm就會等於線密度λ 去乘上dx 然後它距離我們有興趣的這個地方 XX這個地方的 基本它的距離就是x 所以說我現在可以做一個積分 但做積分之前呢 我們可以分析一下這個問題裡面 對於XX這個點 它感受到右邊的這個rod 每一點產生著重力場的方向是什麼方向 你會發覺這個方向很簡單 因為呢質量都在右邊 所以說我重力場的方向呢 永遠是指向正x方向 也就是指向這個dm的方向 所以說對於 我雖然把這個一個rod切成很多段 但是你會發覺原來我需要做一個向量加軸 但是呢每一個重力場dg的方向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就簡化了一個問題 我完全不用去考慮說它向量的方向 因為呢都在x方向 所以我的問題又回到一個簡單的存量的一個相加 所以我g的一個運算呢就是去積分 g除上每一個小質量dm呢 到我XX之間的距離的平方 然後呢在乘上dm做一個積分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積分就會變成是 g除上距離就是x的平方 然後它dm呢我們知道是landa乘上dx 然後它積分的上下線 就是從最左邊的d到最右邊最遠的距離 就是d加l 所以上兩線我們都知道 所以這積分出來就是一個-x分之一的積分 然後你帶了上下線 然後呢做一些整理之後呢 你得到就是最後的這個結果 那我們也許通常有興趣的是說 我給了你這根棒子的總值量嘛 那我想要知道這樣子一個大m的總值量呢 產生的重力場大小是多少 好所以我們知道 m呢會等lambda乘上l 這棒子的長度 然後做一些替換之後 我們就知道說這個在XX這個地方呢 它感受到的重力場強度呢 就是g乘上m除上d 然後再處理這個l加d 好 那你把這個像樣形式寫回來 你就發覺呢 g就會等gm除上d 乘上l加d 所以你得到這結果的時候 你可以去分析一下 它到底是一個對的答案 比如說你可以先從量鋼來看 你知道說我們的重力場呢 它的量鋼應該在分母是 就是除上一個距離的平方 meter平方的一個單位 所以看你的分母呢 是d乘上l加d 所以你知道量鋼是沒有問題的 同時你的分子呢 帶有質量 以及這個重力場數 所以你知道你算出來的單位應該是對的 但是是不是一個合理的答案呢 你可以去設一些極限 比如說今天如果說這根棒子呢 它非常的短 或是我這棒子的所有質量呢 都集中在最左邊 所以你知道你這時候 算出來的重力場常數呢 會是gm除上d平方 特別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量 另外一個極端的例子呢 就是比如說你的質量 都集中在右邊最遠的地方 所以你算出來的量呢 會是gm除上l加d的平方 所以你知道你的答案呢 一定是落在這兩個極限中間 所以你很快可以check一下 就發覺說沒有錯 我的分母呢 d乘上l加d 就是落在d平方 以及呢l加d的平方之間 所以對於這樣一個簡單的例子呢 我們首先就是由系統的對稱性 或是評估了我dg的方向之後呢 我可以把一個比較複雜的 一個限量的積分呢 簡化成只要做一個存量的積分就可以了